当新冠肺炎疫情在五月中升温 三级警戒实施 各地商圈人潮瞬间降到冰点 不少店家都撑不下去 陶石老街光成立之后 至今这一波的疫情 真的是受到很大的影响 整个开店率不到一成 那现在因为随着疫情的舒缓 现在莱克率也渐渐的已经恢复了 那人潮也慢慢的回流了 回流进来这样 在民众共同防堵疫情扩散下 疫情终于趋缓 再加上行政院的振兴五倍券 已经开始使用 各大商圈期待生机能一举复苏 为了协助商圈拼经济 新北市政府金发局 特别推出商圈振兴计划 推出许多优惠方案 欢迎大家坐回逛商圈 现在你就是 只要在来老街 在我们指定的会员店家 有认这个牌子 指定的会员店家这边 你只要消费满200元 那我们的店家就会送你一张 这个有流水编号的一个券 然后你只要拿着这个券 在我们的服务台来做一个 扭转乾坤的转转乐 那这一次的活动 我们总共准备了3500份 老街的一个游客来转 鹰哥区长师敏惠表示 鹰哥是陶瓷之都 除了老街之外 还有观光工厂 结成欢迎大家来鹰哥玩 用五倍券及新台币 支持优良的店家 来到我们鹰哥 下了鹰哥火车站以后 步行到我们鹰哥的陶瓷老街 只要10分钟 那我们这一次鹰哥老街 除了有观光工厂以外 还有结合了32家店家 一起来推广我们新北的 加倍券跟振兴五倍券 那这边32个特别店家 都有不一样的特色 都值得大家一起 小酒来营勾 一探酒精来挖宝 鹰哥商圈活动 从即日起到10月31号 只要真心券消费满额200元 80岁以上的长者 与寿星赠送抽奖券 另外再提供鹰哥 陶瓷观光工厂体验券 欢迎民众到鹰哥 做回拼真心 记者沈金华 曾定佳 鹰哥报导